哈囉大家好我是彥碩Monster 今天要到桃園藝文特區附近一間沒有招牌的日式歌篷 本身愛吃壽司的主廚 經歷了不同日式餐廳的洗禮 也曾經到過台北米琴二星的祥雲龍銀和阿里瑪工作過 回到桃園開設了這間深奧優璇歌篷 而深奧優璇出自日本文學家川端康成 深奧優璇指的是無盡的學問 就跟職人精神一樣 不管在哪個階段都要無止盡的學習 好了就讓我們一起進去看看今天的餐點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碩 對了順便提醒各位 通常吃這種日式料理或是版型的餐廳 務必要準時前往 臨時有什麼事情記得要事先告訴店家 有時候主廚可能會因為那一兩位遲到的客人 而耽誤了其他人用餐的節奏 這個設計的是比較像是年輕人喜歡的 可以看背面有一隻貓 首先上來的第一道是Monaca 也是日式料理常見的最終餅 搭配Burata Cheese 紫蘇葉和海膽 一口咬下可以吃到起司的濃郁和海膽的鮮甜 後面還有紫蘇的味道慢慢串出 讓整體不會這麼膩 第二道可以看到中間的那塊豆腐 是使用日式的葛粉和鮮奶油以及魚膏湯製作而成 口感Q彈 有點類似傳統台式杏仁豆腐的那種質地 還有蛤蜊和鮭魚卵加上九層塔油的提味 就像是蛤蜊湯加九層塔的感覺 車道在視覺上會有種類似香雲龍銀會出現的菜色 蛤蜊也煮得剛剛好 不會過熟 還保持著水分在裡面 他是香檳碗的前釀酒師 他離開了法國 他就覺得他花了24年的時間在法國 一直用葡萄去做調和 因為香檳他不是用單一種葡萄去釀的酒 他是會調和不同的葡萄酒 他就覺得拍葡萄已經玩過一輪了 他發覺清酒有沒有好玩 所以他進到了日本然後開始做清酒 做一個突破性的事情就是 原本清酒就是像我們高粱或是其他的酒 就是一桶一桶一桿就是直接出來 那他的清酒他是 同時用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作法去釀了好幾缸的清酒出來之後 再根據每一桶出來的風味表現不一樣 去做勾兌 再來這道是暖胃的魚湯 可以看到一開始的噴水 其實有蠻多不同的含義 有一說是代表主廚認證過的菜肴 擺盤以及溫度等等都沒有問題 噴上水後才可以送出給客人 另一說是以前的人在吃此類高級料理時怕被下毒 而這個噴水的記號就是表示已經確認過沒有問題 才可以上桌的意思 還有一說是上面的露水 可以讓客人感受到廚房送出來的湯是非常迅速的 觀看水滴的狀況 就知道是剛剛完成的料理 鵝魚湯裡面有紅條石斑魚 高山娃娃菜以及通蒿 整道湯感覺有點偏淡 只能鹽巴少了一些 這裡使用的是阿里山的現磨三葵 第一道是鹿兒島的黑鮪魚刺身 它身體比較變紅色 我們山後有一塊是油脂比較多的 它會比較粉紅色 那可以搭配我們阿里山的三葵 黑鮪魚 我是有選的這一家日本的黑鮪魚的公司 有身份證 這條黑鮪魚上岸的日期 有它的產地 還有它的品牌 品牌是下方那個叫做三信 三信的黑鮪魚 這一家公司 它是日本屬一屬二的黑鮪魚的公司 第二道是黑鮪魚中腹 第二道是黑鮪魚中腹 第三道是炙燒紅猴 油脂豐富帶點Q感 再來就是醋漬的青魚鴨壽司 使用關西傳統製作方式 因為是鴨壽司所以米飯和泥的結合更加緊密 飯的質感也比較扎實 可以看到師傅用身體的力量 再讓整個壽司緊密的結合 完成評分是這樣 緊密的一塊鴨壽司 字幕提供 下一個步驟 師傅拿過來幾塊燒至火紅的貝長炭 放在魚皮上烙烤 增添香味 而這道壽司入口帶點魚油的焦香味 刷上少許醬油還有一些柚子皮 最後用海苔包裹 其實會有種吃烤飯糰的錯覺產生 但吃到帶點酸味的魚 又會瞬間拉回吃壽司的感覺 再來是白蘆筍的料理 底下是白蘆筍醬汁加上烏魚錶 灑上烏魚子粉 軟嫩的魚錶和烏魚子鮮味 雖然是不錯的搭配 但也是比較沒有亮點的一道 再來這道是白燒鰻魚 光在切的時候就已經感受到皮的脆感 刀子爽爽在你面前切著白蘆筍 旁邊搭配海鹽和山蕉粉 通常吃的順序先沾鹽吃看看 再沾山蕉粉試試 其他就隨你的口味任意搭配了 入口油脂豐厚 皮脆口 這裡使用先蒸再去刺的方法 之後在表皮搓上無數的小孔洞 再慢火烤至表皮酥脆 再來是炸物料理 今天是烏仔魚 烏仔魚的油脂豐厚又不太會有腥味 其實不管是做什麼料理都還蠻適合的 這裡搭配的是無花果 天婦羅 還有滋滋的美乃滋 再來就到了主餐的時間 看起來像很多的羊排在桌上 但其實是紐西蘭的小牛帶骨肋排 肉質細嫩 沒有太多牛肉特殊的味道 脂肪含量不多 所以吃起來也不會那麼膩口 搭配燈籠果 酸酸甜甜的果香味 還有日式的味噌醬 有點融入了主廚日式背景 和一些西式手法的呈現 在這道菜肴裡面 再來是今晚的重頭戲補飯登場 今天是玉米天婦羅和鯛魚的口味 我們這個煮飯的這個鍋子 叫做雲錦堯 是全日本最有名的煮飯的土鍋 他在官方介紹說這個鍋子 取自日本非常純淨的土底 很細緻的土 那這個土拿出來還要靜置20年 才能做最佳的土 玉米天婦羅外衣微微脆脆的 裡面甜味明顯 鯛魚細緻比較不太會有明顯的感受存在 但咬下後又會慢慢跑出鯛魚的鮮味 用這種鍋子煮的飯 因為是在壓力燜煮下煮出來的 所以每顆米粒都會很飽滿 再來是玩赤味噌湯 而主廚這個動作 主要是過濾一些味噌裡面殘留比較大的殘渣 讓湯喝下去才不會有顆粒感產生 最後是玉子燒 也是經典江戶前壽司的結尾 這裡做法不同的是有噴焦糖在上面 但質地稍微有點偏硬 最後甜點是南瓜為底 加上羊羹塞在中間 還有栗子營的Mascarpon Cheese 作為今天的結尾 好了結束今天的用餐 在這裡只有板前的位置 所以主廚也會與你有不同的互動 以及菜色的詳盡解說 在桃園能夠有這種日式歌烹料理 無疑是為這個地方 帶來更多不同餐飲的選擇 也讓附近的日式料理愛好者 可以不用特地把台北或是台中等等其他地區 就能品嘗到這樣的料理 如果你是桃園人又喜歡日本料理的話 這裡應該是你會喜歡的新選擇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